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一方努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王毅在通话中说 伊朗是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国家 中一是全面战略伙伴 中方在中东事务上一贯主持公道正义 支持各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特别是支持巴勒斯坦恢复民族合法权利 中方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爱杀行为 认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侵犯伊朗主权安全和尊严 直接破坏加沙停火谈判进程 冲击地区和平稳定 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应形成合力 为尽快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创造条件 巴盖里表示 感谢中方秉承公正立场 期待中方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中方加强协调 赋予一中关系更丰富的战略内涵 再来关注到经过两周多的激烈角逐 巴黎奥运会11号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 举重女子81公斤级以上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世界纪录保持者东京奥运会冠军李文文 有机会为中国代表团增添奖牌 来看奖牌榜的最新形式 中国以39斤27银24桶排第一 美国以38斤排第二 澳大利亚和日本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 另外中华台北和中国香港 分别排第三十三位和第三十五位 巴黎奥运会收官在即 本期巴黎奥运热浪 带你一起回顾那些 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运动员 教练员以及可爱的观众们 所以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 排到了哪儿啊 排到了法国 保守了 这话说的保守了 何止法国 这次巴黎奥运会 我们中国的奥运奥运人们 凭借着一出屏幕的独特魅力 结结实实地火出了国门 比如我们的巴黄前海洋 光是比赛时冷酷稳健的出场动作 就引爆外网 分分钟收获上百万点赞 网友睿平 这像是在走时装秀 挖王凭借霸气让外网震颤 而体操王子张伯恒 则是一种自然散发的破碎感 惹得日本网友万分怜爱 中国运动员火到了国外 意外国运动员火进了中国 比如乌克兰的跳高女王马胡奇克 在比赛间隙为了保暖静静睡在赛场的画面 谁不敢叹一句 这是睡美人来了巴黎 一边是田径赛场上端庄的公主 而另一边 羽毛球场上俏皮灵动的志田千阳 又用标志性的甜美笑容 掌握了无数粉丝的芳心 这些运动员们在网络上掀起的热潮 也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影像运动在大中间的发展 运动员的榜样意义也由此体现了吧 本期奥运会上火出圈的不只是各位运动健儿 还有他们可靠又可爱的教练们 首先就是大家熟悉的王浩 这位曾经的乒乓球世界冠军 如今是国家队男拼主教练 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身兼多职 既能给予技术指导 也能提供情绪价值 还是最贴心的后勤奶爸 甚至能做80公斤平举 和他一样万能的教练 隔壁羽毛球队也有一位 那就是张军指导 在成为工厂军之前 张军是两届奥运会混双冠军得主 如今的他身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 在巴黎奥运期间与队员们同吃同住 这次军导跟我们说 看起来我们八位男队员 每场比赛都会出现在场边 是队员们最强的后援力量和情绪稳定计 说到做运动员和做教练同样出色的人 怎么能少得了陈若林 曾经的奥运会五金得主 如今是陈红禅又爱又怕的主管教练 一边严格负责 为全红才能突破难关费尽心思 感谢各位教练过去多年来的心情付出 期待各队师徒王炸组合 在未来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快乐与惊喜 我刚才看完那个平方球拿到的决赛 真的是很激动 就是一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 心里捏一把汗 但是越到后面就乌鱼走水 然后看到后面就整个人热血沸腾 像中国平方球越来越好 后面会上第一条十番满 真的是我们唱的时代是太激动了 然后就后面就是让它再跌再立 就是让它稳住了 我们今天就是特地从 就是李发飞的老乡泉州兰 然后我们过来也发飞加油 我们其实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很多法国人也跟我们打招呼 然后问我们说这是什么服装 然后他们说夸我们非常漂亮什么的 就感觉还是非常的友善 非常氛围非常好吧 在巴黎体验特别好 本来是想先来三天 参加开幕式和其他活动以后 就回到奥地利训练再回来 但是因为这个整个巴黎的虾太棒了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训练的三天取消了 所以就从第一天开始 开幕式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天都会在这 所以他就从一个场馆跑到另一个场馆 看这个巴黎奥运 超非常开心见到大家 中国香港基建代表队在本届巴黎奥运 勇夺两面金牌 带动香港掀起了新一轮的基建热潮 有现役基建运动员表示 希望香港基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巴黎奥运将举行闭幕仪式 香港有三场亚洲举办活动 与市民再次祝贺中国香港队取得两金 两桶炸鸡 哈士跳森 哈士足球等多项运动表演外 本届奥运两面金牌 由基建运动员张明慧 张家郎取得 有现役香港基建运动员也现身 再次肯定队友的出色表现 对于特区政府正计划建设一个运动馆 提供基建训练和比赛场地 他们认为有做推动基建运动发展 凤王卫视谢金亨 山港报道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 11号举行 七个投票站在早上九点开始 投票到傍晚的六点 这次选举和资格投票人大约是6200人 将会投票给348名选委会的参选人 角逐344个选委席位 工作人员九点前已进场准备 为选委会选举做最后的协调 有和资格选民在投票站外等待进场投票 九点正澳门尼共大学体育馆 综艺馆及中普职业技术学校三个投票地点准时开放 由团体组团前来投票 为自己戒别分组投票 今天有22位成员 我们会履行我们在投票的责任 因为今天很重要 因为会选出400位我们的行政长官的选委会的成员 因为这400位成员里面 我们专业界别有43位代表 我们也都履行我们的责任 选出我们这43位代表 投票人公约6200人 来自7个戒别 他们按戒别分组进站内领处选票后 进入投票间画票 然后帐封好的选票投入投票箱 站内表示清晰 有工作人员协助解答投票人问题 行政长官选管会主席宋敏毅 在开始投票后不久到场视察 他再次赋予投票人踊跃投票 刚才9点钟就顺利地开站 我也都陆陆续地有投票人来进行投票 开站的程序都很顺利 我们也都希望今天整个投票的程序都可以很顺利 这样去进行 不希望有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出现 投票在晚上6点结束 宋敏毅说在初步核算后会净快公布结果 这次又化了电子投票程序 相信会比上次更快出结果 更快地公布初步结果 我现在保证不了 我不可以同意说 我一个钟 但一个钟出不了 是吗 我们上一次就基本上是9点钟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可以早过这个时间 根据政府公布 总核算委员会将会在12号上午 对选委会选举结果进行总核算 随后有关的记录还有文件将会送给中省法院做核实并公布 凤卫市场的领导们报道 澳门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出入境总量超过了71万7千人次 是历来最多 澳门治安警察局表示 10号澳门出入境总量达到71万7千4百多人次 其中超过一半经观察出入境 共约38万人次 清贸口岸和港州澳大桥也有大约10万人次出入境 当局表示通关总体秩序良好 各口岸在高峰时段加开了自助通道和人工验证通道 有关部门也适时派员维持秩序协助疏导 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 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